以前我有 выпуск就有时间 以上年轻敌居不会 听听你的画到故障 cler的很面子 其实你的家当局是善良 班像厕罗那边 他是好人 好的人 我在好人 So he's 안�To So he's a kid ���好像临对? Jiji的 strums 我是一个wives 我看过纵乱的小朋友 我什么时候推动 她就被骗了 我以為所有小朋友都這麼乖 所以我生了小妹 小妹是小魔怪 全程最頑皮的小朋友 我見過 我是好人 好人多數都被受欺負 他就欺負我 可能是否要撒你 我相信不是要撒我 如果要撒的時候他不會哄我 他要撒的時候他會離開 但當他被爸爸罵他就找媽媽 假設他要吃糖 做壞事看電視 他會打電話給我 媽媽行不行 兩歲的他都會跟我說 媽媽我想看電視 我就會跟他說要看多久 他就說看半個小時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什麼叫半個小時 但他就跟我說OK 其實我還沒答應 他都會轉眼跟公人姐姐說 媽媽說OK 小朋友真的欺負我 假設他在家裡 他就說看電視 我問爸爸我不退 反而是這樣 兩歲的小朋友已經懂得分辨很多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變成 在我心目中 要教好一個小孩 真的不容易 我們真的要用很多方法 軟硬兼絲 希望他們成長的時候 在不同的道路上 他們遇到困難他們都會知道 有不同的方法解決 但我反而很好奇 其實爸爸不是應該很疼女兒嗎 就是前世情人 怎麼可以罵得出 因為我不罵 他說他畢於無奈他要做 其實他都很慘 其實爸爸他說 他想做一個善男的吧 但做不到 他說應該是你是苦媽 為什麼你調轉了 你無緣無故做兔子 我說做苦媽很辛苦 不如讓我做兔子 調轉吧 我上班已經很忙 他很抵抵想 他幫我搞定了 其實今天聊天的過程 我覺得我自己都和益良多 謝謝小孩 無論是一個女人 應該做了媽媽之後的事業 或者怎樣管教自己的子女方面 都有一個很明確 我想各位家長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不敢當不敢當 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 我到現在雖然我女兒六歲 我跟別人說我都是新手媽媽 因為我都還去學習 因為其實人每一天都在學習 我現在說我現在要學的不是意識 我現在是去學的不是IQ 是EQ 我要怎樣培養好自己的EQ 去跟我的小朋友相處 因為原來你跟他一說 很簡單的數學題 他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了 你都是用千種方法去吸引他 你再說他會哭 就算不罵他 就告訴他你錯他都會哭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要用很多耐性 無論是家庭、事業、做生意都是 你遇到不同的客人 他們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每一次有不同的挑戰 其實這些都是在考你的耐性 其實有時候IQ解決得到的不是難 是EQ解決得到的那些 我才覺得你是厲害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現在的人 最重要是訓練好我們的情緒智商 就不是我們單單一個智商就完成了 非常開心可以跟這位漂亮的潮媽 和聰明的媽媽聊天 謝謝… 我希望你的生意精神日相 小朋友發達成獎 謝謝… 我們跟觀眾說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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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